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輕鬆看一條笑片 看看有多少人可以忍到不笑 這條片發生在4月30日 沙田餃十公里的河半馬拉松 在沖繩的時候有些挺好笑的片段 我自己看了笑了 我們先去片段 伊Sir,伊Sir,是這樣的 來了,快點,快點,OK 好,沒有伯伯,對嗎 不用了,OK 所以三年多沒有交比賽 是生疏的,要體諒,要練習 好,還有一次,快點,第二個來 藝根,藝根,OK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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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好,好,好 第一次看的時候我笑出聲 這個就是冠軍選手葉亞傑 就是本地著名的長跑選手 這條片主要想說 這個大賽 尤其拉著兩條大媽 那些是義工來的 不用錢的 有些人就會說不用錢還想怎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做事也好不都好 其實你不用錢才是最貴的 你罵他又不是 你怪他什麼 我沒有收錢 你想我怎樣 總之要發大甲 所以如果大家 將來做事就會發覺 一件事 其實義工 不要以為不用錢很便宜 因為不用錢 他不用負責任 他做錯什麼都可以 這件事就是大家當笑片 但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這個大會 是什麼情況下 要找過這樣的義工 他很明顯完全沒有經驗 他甚至沒有看過這些賽跑比賽 他不知道他衝線的時候是怎樣 難道正常人都知道 我覺得他三次衝線裡面 最後一次沒有 第一次很離譜 他直接整個擋在中間 這個不是說你有沒有看過比賽問題 而是我覺得他的智力是否有問題 人家衝線的時候 你放手也算 就算了 你站在中間擋人 好危險 我想說 葉亞傑先生 用了33分鐘 其實我剛剛接觸跑步來說 我覺得挺厲害 平均一公里才三分幾鐘 神經病 雖然他是一個有經驗的選手 但你跑了30多分鐘的時候 你也知道 身體的腳 肌能 肌肉可能會抽筋 或者怎樣 腳可能是很累 他可能會不受控制 你就要有人這樣擋一擋 他收一收力的話 很容易拉傷一條筋 或者弄傷 然後第二次 要提早放手 你看到葉亞傑差點 仆街 事後說沒有砲 他就放慢了 大步了 沒有砲 第三次才成功 首先 我們葉亞傑事後 受訪問都說 大家不要太怪 義工 他很有風度 對吧 但我們也要看看問題 首先 義工是很有問題 我想說是有的 但這個大會也有問題 首先為何你會找一個 完全沒有經驗的義工去做這個位置 事前 亦都 不斷地跟他講一下 應該怎樣做 然後 然後 第一次去擋了 第二次去放 那為何你還是要那個義工 拉那條筋 你明知道這個義工有問題 當時旁邊有一個人在 那你叫他拉 為何你死都要那個義工拉 其他人為何不可以 因為第三次再出意外的話 其實葉亞傑很大機會 真的會抽筋 或者仆街 為何你死都一定要那個義工拉 已經出現了兩次意外 這個很明顯 大會的安排失當 怎麼會安排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人 去拉那條筋 然後你臨場又不去 即是不馬上出出補救 死都要他拉第三次 怕死沒有意外 我真的想問一下這個大會 他的解釋是說三年沒有搞過比賽 但這個不是理由 我想說 這個很容易令到選手受傷 我就覺得 真的 希望這個大會 下次真的小心一點 還有就算你事前安排 失當你臨場見到這樣的情況 那你旁邊的那個人幹什麼 你幫他拉 你還要義工出醜幹什麼 其實 這件事真的沒話可說 大家看完就笑 因為葉亞傑也說 希望大家看完當笑片 不要過分掛了義工 即是別人這麼有風度 對不對 今天條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我的腳還沒康復 我想說 不知要什麼時候康復 因為我都拉傷了你的腳 那我們就下條片見 拜拜